主料,鸡蛋四个,辅量,虾仁五十克,盐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鸡蛋四米打碎,虾仁备用,留下一枚鸡蛋壳,水和蛋的比例是一比一,鸡蛋加十两点搅匀,用半个蛋壳量取八分量开水加入搅匀,流浪网绿去泡沫,过滤后的蛋液,然后加入虾仁,保鲜膜包住盘子, 大火上气后八分钟即可关火,又滑又嫩,表面平整,熟静的虾仁蛋羹就做好了,烹饪技巧 一,用鸡蛋壳倒凉杯简单,又便利二是一样用温水和凉开水,据说烧过的水和冷水的水分子结构不一样,所以蒸出的蛋羹组织更加细腻 三,打好的蛋液会有很多的泡沫,蒸的时候泡沫碎裂,会产生很多空隙 所以用漏网绿去泡沫是必要的似蒸蛋羹的时候,蒸锅的水会滴到蛋羹上,会造成表面不平整 所以用保鲜膜包住盘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